最近圈中流行这样一段话 人总是在不同年龄反复爱上白京廷 从村村那年的国民男友乔然 再到谁的青春不迷茫的高翔 以及平凡的荣耀的孙艺秋 白京廷造的这些角色 虽然看起来毫无关联 但却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 但这一次白京廷在开端中饰演的肖鹤鱼 不仅成功从本科毕业 还是一家游戏公司的创始人 剧中的他拥有着理工男特有的理性思维 在事故发生后 带着理事情梳理时间线 剧外的白京廷也是同样优秀 据说导演在拍摄时 因为循环爆炸次数太多 有些捋不清思路 这时还是白京廷挺上而出 细心的为导演讲解时间线 其实这并非白京廷第一次 展示自己的侦探技能 在明星大侦探这一档综艺中 又冲不上的云霄那一期 无论是逻辑恋还是剧情 都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而那一期的创意提供者就是白京廷 他在刚参加这一档综艺时 和同期的嘉宾相比 地位和名气还是有些不足 那时的他性格还没有完全放开 每次享受坏时经常会被打断 还是和老实发现了白京廷的尴尬之处 每次环节走流程时 都会特意的给白京廷机会 而白京廷也在一次次发言中 逐渐失去了控制 变成了现在的段子手 别看白京廷打打闹闹的 看似漫不经心 但他总是能抓到案情的关键点 可总会因为一些原因 一次次成为背锅侠 但好在他并没有因此打消 那颗爱玩的心 至于后来 白京廷彻底解放天性 在网络上留下了 几多经典名场面 他在与李佳琪直播时 被李佳琪的带户能力 吓到目瞪口呆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白京廷好像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然后在李佳琪的建议下 两人开始了一个PK 如果李佳琪输了 就发幻元红包 如果白京廷输了 就要撒娇 最后白京廷不负众望地 输给了李佳琪 看着小白这世子如归的表情 也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大概就是猛男撒娇的 正确打开方式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众所周知 白京廷经常语出惊人 他在参加一档综艺采访时 节目要求他回答相关的 微博问题 有人称 他是尬聊界天王 采访界泥石流 但这件事 遭到了白京廷的极力否认 他很严肃地回答道 是因为有的问题 本身就很尴尬 所以他才会那么回答 可严肃的气氛 还没30秒 大家又被下一个问题 逗得哈哈大笑 粉丝说白京廷像个傻子 看得白京廷差点拾起了表情管理 然后就开始了熟悉的 怼粉丝流程 对于很多粉丝说 我的idol是个傻子 白京廷想说 既然你觉得我都是个傻子 还拿我当idol这个事 我觉得你先反思一下自己 这个是不是 这个搞笑问题刚过 又来了一个致命性问题 因为白京廷曾经已穿秋裤的话题上热搜 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一直耿耿于怀 白京廷没有办法 正好露腿来证明自己没穿秋裤 但暖男化身的他 随后又贴心地提醒大家 冬天一定要穿 可不要看白京廷平时在大家面前都是一副嘻嘻哈哈大男孩的模样 他也是会有忧郁的一面 在一场直播活动中 主持人问到他对于感情的状态 白京廷坦言到自己确实单身很久了 有时候压力很大 也会很想谈恋爱 但还是会十分慎重的 白京廷自说自话的憧憬着 一旁的主持人感觉白京廷说的话题有些敏感 干后就提醒了一句 在直播 但白京廷丝毫没有在意 这么长时间没有感情生活 自己都变得不正常了 对然后也希望 我们在直播 就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缘分吧 我不去强求吧 也不去刻意地去寻找 但我觉得该来的会来 而白京廷之所以能这样随心所欲的讲话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签工资 他本人也很喜欢这种自在的感觉 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白京廷的路也会比其他艺人更加艰难 也希望他越来越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点关注哦